世界最高烂尾楼拥有117层 高达597米的天津高银金融117大厦 建设了7年却烂尾了8年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烂尾的不仅仅是117大厦 而是包含117大厦在内的一大片房地产项目 而烂尾的原因就是没钱了 整个房地产项目 因其高达4万元一平米的售价 仅出售了12套 导致这一大片炉盘烂尾 而房地产老板潘苏通 不仅低估了117大厦项目所需的资金 也高估了天津的豪宅需求 那117大厦要一直烂尾下去吗 是否可以把这个项目出售呢 当然可以 只是无人接手 当前天津的二手房 有多达18.2万套在出售 邪字楼的控制力也高达34% 在恒大 碧桂园 都相继爆出资金困难的今天 还有哪个房地产企业 敢接受这个烫手山芋呢 等待117大厦的命运就是拍满 如果再没人接手 那就只能拆除了 要对高达597米的摩天大楼进行拆除 相必这又是一个世界纪录